去年9月一個星期五的早上 超過20名的聯邦探員衝進了一名嫌犯家裡 這個人被指控觸犯了聯邦重罪 根據聯邦政府指控這個人應該要在聯邦監獄裡面待上10年以上 11年to be exact 這個聯邦重罪的這個刑犯名字叫做 Mark Hawkes 那不管這個聯邦政府的指控是怎樣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什麼恐怖份子 或是什麼性侵小孩的變態 我們其實也不需要擔心他會是那個 因為如果他真的是那樣子的人的話 FBI根本不會管他做什麼 那FBI為什麼會注意到他呢? 因為他不但是一個7個小孩的父親 他還是一個支持生命反對墮胎的人權主義人士 而且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 Mark Hawkes被指控他違反了FACE Act 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Entrance Act 自由進出診所出入口法案 那他做的事情應該是就是阻止了某些病人進入 或是離開醫療診所對不對? 而且是最近才發生嘛對不對? 但其實他被捕的罪名是發生在一年前 2021年 當時賓州的檢察官 他不是一個極端右派分子 已經看過這個案子了 然後認為說根本不應該有任何起訴啊 根本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啊 事情經過了一年 拜登政府決定再看一次這個案件 認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罪名不只成立 這個犯罪行為不但一定有發生 而且這個人還是個極度危險 極度邪惡 所以他們應該要帶著槍衝進他家 在Mark 7個小孩的面前 一大早把他爸扛出去 靠上手銬 而且如果他們可以成功的定罪Mark的話 他們應該要把Mark 關進聯邦監獄裡面11年 就搞了半天 他們沒辦法定罪Mark Hawke 經過了一個星期的審判 陪審團不認為 Mark Hawke是拜登政府說的這個 又危險又邪惡的恐怖分子 法官Gerek Pepper 當下問起訴的這個檢察官 你不覺得說他違反了FACE Act 這個說法有點太薄弱了嗎? Stretch too thin 結果果然是這個樣子 這個指控就是太薄弱了 所有的證據都顯示 Mark Hawke沒有阻擋任何人出入墮胎診所 當然 就算他真的擋了那個人 就算他真的有擋人 也不應該把他關到聯邦監獄裡面 關11年 如果我是個有權利的人 如果今天我是美國總統的話 他在墮胎診所前面擋人 我還會頒獎給他 而且他七個小孩 以後讀私立學校 還會有獎學金 政府不給 但是 就算是我們一定要看這個FACE Act 一定要執行 這個法案 是一堆屠殺嬰兒的診所 跟心理變態的說客 在政府遊說下 創造出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法律 來殺嬰兒的法律 就算是以他們的標準來看這個案件 對於Mark Hawke一家人 也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現在事發當時的影片已經出來了 這個星期才釋出的 Fox News的Sean Hannity 幾天前在他的節目上公布了這個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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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拜登就想要把一個七個孩子的爸爸關進監獄裡面 因為他推了一個殺嬰兒 而且還不斷騷擾他兒子的變態 他沒有站在墮胎診所門口 他站在了轉角處 他有權利站在轉角處 任何人都有權利站在大街上 站在人行道上面 我來聽聽看他的說法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已經是一分之一分離我兒子 後來已經有一個交換 他現在是令我兒子很害怕 朋友們都在祈禱 正在祈禱 我兒子移動後來 我可以看到他很可怕 there proceeds to be further insults at me directed at my son about me and at this point I step in and I tell Mr. Love you'll see right now to go back to where he normally stands so I walk him there and tell him to stop talking to my son he doesn't have any permission to talk to my son next thing I know he turns around and he's talking to my son again and then you see the push okay so it's not the worst thing in the world but didn't you face up to 11 years in jail for this that's correct yes I did 那这个堕胎诊所的工作人员说这全部都是假的 okay当下没有声音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过你可以选择相信Mark Hawke 或者是选择相信一个花时间专门带女人进入堕胎诊所 然后让那个女的可以杀死自己孩子的一个人 我知道我相信谁 各位观众可以自由选择 那不管我们相信谁 一整个经过就是一个推级而已 他把那个人推倒了 他推了一个人就是推了一个人 那你要的话你可以请那个工作人员推回去 甚至推他儿子 不管怎么样 请25个FBI的探员 拔出枪来指着他全家人 抓出来丢到联邦监狱里面关11年 都非常的不合理 美国过去这十几年 法律都是在说政府执法太过当了 okay 卖毒的人也很可怜啊对不对 帮派打架也是常常逼不得已的啊 打砸抢闯空门 很多都是警察执法过当 只要是这个样子的情形出现 okay真正的犯罪情形出现了 他们就全部站起来 okay 默哀手上握着这个美国宪法 嘴里喊宪法第八修正案 只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打击犯罪 因为这些犯罪已经让各大城市 美国各大城市没办法住人了 家庭在那边根本没办法养家了 但是你看他们对于警察执法过当的受害者的爱心 关怀消散的多快 只因为那个人是一个支持生命的天主教徒 他们现在反而是站在警察这一边了 okay 站在FBI这边了 okay 把一个一般给是给这个强奸犯 持枪抢劫的暴力犯罪的人的罪行 丢给一个支持生命的天主教徒 那他们会这样做其实没什么好讶异的 因为他们虽然每天在那边喊执法过当 但是在1月6号的时候 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进入国会的退休女兵 他们反而开心地挥舞着他们的骄傲旗 okay 感谢这个首都警察 那遇到每件事情我们都一定要问 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才会进步 为什么拜登要针对这个七个小孩的父亲 为什么拜登这么想要摧毁这个人的家庭 把他关在监狱里11年 为什么拜登这么坚持的一定要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well 就是这么的明显 他们想要摧毁那个人的人生 因为他们竟然敢做政府不允许的事情 他们竟然敢依照圣经的律法为了弱者发生 而不是遵循没有看过圣经的基督徒的律法 说什么我们要完全顺服掌权者 在上掌权的一切权利都是来自于神 那我的话就是神的话 我做的事就是神做的事情拜登的想法 ok 另外一个拜登想要摧毁他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摧毁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杀鸡儆猴的效应 就跟在城墙上面被斩的头颅一样 就跟城门口被吊死的海盗一样 他们不公平的待遇可以让所有的人看见 让所有的人害怕 这样子的话就没人敢跟他们一样 没人敢起来抵抗政府了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又非常有用的手段 你可不问一下Jack Phillip 大家应该还记得他 你不要看他好像人很好的样子 其实根据左派的这个形容 他就是一个张牙五爪可怕的恶魔 一个坏人 他就是那个在科罗拉多州 拒绝为同性恋婚礼做蛋糕的那个蛋糕师傅 他的行为让同性恋的伴侣们 就是身心剧烈 痛不欲生 然后就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胜诉的基督徒蛋糕师傅 就算是判决胜诉了 他还是不断的被告 每隔几天就会有一个左派的人士要过来搞他 叫他去做一个什么 耶稣在抽大麻的蛋糕 一个魔鬼有巨大生殖器的蛋糕 他因为跟他的信仰不符了之后 所以就拒绝这些东西 所以就被告上法庭 最新一个案子他就打输了 因为这位顾客要他做的是一个变性人专属的生日蛋糕 他跟 这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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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酷刀李 阿特斯卡提纳 叫我指出 当总裁有官司 公司 发出 組成对我们的事 在2017年 他问是你声音之中的 你要提计的 一块 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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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说的是我们这位顏色的 改造 男的 男的 这一块 图芽 变成了一报道 and we told Scardina that this was a message that we couldn't express with our custom art and we would be glad to serve this attorney anything else in our shop make other custom work but we couldn't create this one so that wasn't good enough the attorney went to the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是的,過了10年了 OK,11年 Jack Phillip 耐心的拒絕了一對同性的情侶 不幫他們在蛋糕上面做話 這個很重要 他從來就沒有說他不幫他們做蛋糕 也不是說不賣蛋糕給他們 他沒有拒絕說我就是不服務同性戀的人 他說的是 我不能幫你們客製化你們的蛋糕 你們這麼愛我的蛋糕的話 我可以把我的蛋糕賣給你 但是在上面畫畫的話 你們可以去找其他的蛋糕店 他們可以幫你畫 經過10年了 10年是拜登希望這個Mark Hawks 關在監獄裡的時間 LGBT的人花了10年的時間來攻擊一個 科羅拉多州的這個小蛋糕店的師父 基督徒師父 只因為這個人拒絕下跪 只因為他拒絕投降 花了10年的時間來攻擊 就證明說 左派這些人有多麼渺小 有多麼可笑 多麼噁心 他們真的是以為自己是這個 君子報仇10年不晚裡面的這個君子 只為了一個蛋糕他們要報仇 發動攻擊的人叫做 Autumn Scardina 就是純粹就是要攻擊而已 純粹就是邪惡 純粹是一個陷阱 他一開始跟這個蛋糕師傅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蛋糕 外面是粉紅色的 裡面是藍色的 然後Jack Phillip就說 OK好啊 Jack Phillip不是在那邊整問每一個人說 你可不可以先講一下 這個蛋糕有哪來做什麼 裡面的顏色有什麼意義嗎 外面的顏色要幹嘛 你可不可以先寫一下這個表格 告訴我說這個蛋糕在哪裡使用 然後會有誰吃 這都沒發生 Jack Phillip說 好 OK 然後這位 Scardina才說 那先說清楚喔 這個蛋糕會是在一個變性人的派對上面用的 代表我這個人呢 從男人變成了女人了 然後現在越變越快樂 現在你還要幫我做蛋糕嗎 那你跟蛋糕師傅說著幹嘛 而且這個蛋糕我覺得根本是不必要的 我不覺得這個 Scardina 會有任何的朋友要想要去參加他的這個生殖派對 他刻意把Jack Phillip逼到牆角 逼他說不要 所以他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 跟很多的金錢來跟他上法庭 這些人就是這麼的無恥 這麼的無知 而且這麼沒事做 他們就是這麼堅持 要你下跪 要你低頭 這兩個一個天主教徒 一個基督徒 Mark Hawk Jack Phillip 他們就是左派要抓起來鞭打給我們看的犧牲品 但是他們卻成為了我們的啟發 成為了我們的激勵 他們讓我們看到了如果我們不妥協的話會怎樣 如果我們不投降的話會怎樣 如果我們不對左派下跪的話會怎樣 他們同時也在利用他們的生命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需要投降 讓我們變得更有信心不對的這個在上掌權者下跪 很多人會問說萬一我們被打壓的話怎麼辦 我們在經歷痛苦的話怎麼辦 經歷試煉的話怎麼辦 接下來這個影片是Mark Hawk在法院的外面 出獄後被判無罪的第一次接受訪問 也沒見到每 passo到的路 也有到了貌的 舟是來自從按噴堂 block 教主教的 有 re製的 求會 Vielen 地 聳 為神的身體 所以我們感到很慶祝 信仰已經帶我們到達到那一項 所以我們在信仰中 我們請了神給我們更多信仰 在今天這個程度 通過Thomas Moore 通過Brian McMonicals Yes 我們有更多信仰和信仰 所以我們有更多信仰 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我們美國還有司法 我們還有標準 還是有道德的 不是政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不是一個極權政府的勝利 這是一個保守派基督徒的勝利